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6月8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太诡异了 又一个非常神秘的关键的人物入境美国 但怎么也搞不清她的来意 今天,Salin博士发了一条推文 她说,闫丽梦的丈夫在2021年的3月23号 悄悄的进了美国,是用的H1B签证 为两年期 Salin博士问,她为什么在美国 谁安排的,她扮演的是CCP特工的角色吗 她在美国的存在,对闫博士有危险吗 美国当局在哪,让我们找到她在哪 这件事真的很诡异 2020年4月底,闫博士入境美国时 因为她是研究病毒的属于敏感人士 在机场被扣,并被问讯了很长时间 是郭先生、班农找的相关人士 去机场向国土安全部的人做的解释 闫丽梦才得以在洛杉矶机场转机 从郭先生、闫博士以及路德的口中 我们得知,闫博士的老公是比闫博士更牛 更厉害的冠状病毒专家 她又是香港大学P3实验室最牛的毒王 玛丽克的助手 那她入境美国也是应该同样受到严格的盘问的 闫丽梦老公属于高度敏感人士 她进入美国 班农、郭先生等应该知道啊 而塞林博士与班农等人私下的沟通交流应该是很多的 现在塞林博士发推出来 就说明班农等人也可能不知道闫丽梦老公到了美国 还有在闫丽梦2020年119 通过路德爆料COVID-19病毒真相后 上头曾给闫丽梦的老公压力 要她毒死闫丽梦 从路德的讲述中可以知道 闫博士老公就是一个科研人员弄病毒行 对于杀人 尤其是自己深爱的妻子 下手是不那么容易的 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的 所以才一整天坐在电脑前发呆 但又时不时的让闫博士把那碗饭吃掉 让闫博士识破 只吃了一点 躲过了这一难 从这一举动来看 闫博士老公只是为了自己的虔诚 在上级巨大的压力面前才勉强 并且害怕的做了此事 他到了美国也不可能见到闫博士啊 再加上闫博士现在有美国相关部门 和郭先生请的安保公司的保护 他老公根本就没机会接见闫博士 所以也不可能对闫博士下手 再有闫博士逃到美国后 我想他老公 马里克 利欧彭和其他所有港大P3实验室的人 都会受到严格的监控 不可能逃出来 那就一定是中共让他去美国的 中共让闫博士老公现在到美国干什么呢 投毒也不需要他 制毒他一个人也做不来 中共让他到美国后不怕他被班农 纳瓦罗 朱利安尼 蓬佩奥等人找到吗 中共就那么肯定 闫博士老公一定会被暗黑势力给藏起来吗 闫博士老公知道那么多内幕 他不怕被暗黑势力下毒手吗 最主要的是他去美国干什么 投诚找闫博士老公 那他怎么能脱离中共的魔爪的 帮阴谋集团他也没必要去美国啊 现在福奇打扎克都被放到火上烤了 他若是跟他们一伙的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这件事情实在太烧脑了 实在想不明白 闫博士的老公为什么去美国 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件事情只能等路德闫博士来解答了 而且蹊跷的是 塞林博士还拿到了闫博士老公的入境信息 并且放到了推上 塞林博士是怎么拿到闫博士老公的入境信息的呢 今天还有一重磅推文是朱利安尼发的 推文上说早在2015年12月 福奇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就与莫德纳公司签订了合同以开发疫苗 莫德纳公司是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跨国制药生物技术公司 也是新冠疫苗的生产商之一 再加上the gatewaypandic.com爆出福奇和顶级的医生 合谋取消枪绿魁作为COVID-19治疗药物的资格 把这两个消息放到一起看 再加上之前各大媒体以及爆料革命透露出的消息就知道 各大科技制药公司与中共合谋弄病毒弄疫苗 病毒出来让你打疫苗 疫苗再让你得点其他的什么病 像爆出的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 所以这些大的科技制药公司 从疫苗从治疗你的各种慢性病上层层割韭菜 他们绝不让你用便宜的有效的好药 像枪绿魁 他们会一直开发贵的新的药 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媒体和医疗界的忽悠 你就心甘情愿的把大把的银子从兜里掏出来 交给这些大制药公司的股东了 还没完哦 这个疫苗不仅能让你生命 还能让你减瘦 想领政府的养老金退休金 那怎么可以 过了七十来岁就爬大烟通去吧 省下的钱好让他们玩女人 玩女孩玩男孩 这是多好的一条龙福 郭先生说中国的墓葬产业 是中国那几个家族控制的 不知美国的这个产业 是由哪几个家族控制的 我们全世界的老百姓 就是他们想怎么割就怎么割的韭菜 老了没用了就把韭菜根拔了 在中文尤其是国内的媒体上 大家一直谈的比较多的就是恒大 以及恒大极可能现金融断裂这件事情 现在我把恒大这事的来龙去脉 详细的说一下 恒大这事的根由 其实是2020年9月份的债转股事件 恒大以即将破产为威胁 逼着深圳政府出面 调和他的1300亿债务的债主 同意债转股 由债主变成股东 这个事当时算是恒大赢了 但从这件事之后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拉黑了恒大 你不还钱还让我变成股东 那我不得和西北风啊 所以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不贷款给恒大了 这里插一句 很多人说房价下跌 大不了把房子扔给银行 你以为银行傻 自己收不回来钱 手里赚了一堆破烂房子 可能吗 银行一定给你强制 即使很低的价也给你法拍了 不够的部分 你下半辈子天天干活也得还完 否则不能买车 不能坐火车 不能坐飞机 你以为政府的征信制度是闹着玩的 银行对恒大都能这样 更甭说对付你小老百姓了 接着说恒大 恒大现在疯狂打折卖房 为了回款 但现在银行又收紧了按揭贷款 所以恒大的房子又很难卖出去 除非全款买现在全款买恒大的房子 倒是半价 但辽宁湖北等地又以恒大的房子价格低于指导价 不给网签 所以恒大现在的资金量处于分分钟断裂的过程中 2015年中央政府下定决心 斩断各种地下融资渠道 导致了股灾 我们一直说房地产最重要在于信贷 而今年中央政府也要彻底斩断房市的地下融资渠道 经营贷消费贷不太可能流进楼市了 所以有时集权政府干点事也是很有效率的 若恒大倒了是具有标杆作用的 毕竟它一家就占了地产行业两成的债务 借债成了亿万富豪也是中国特色 不知恒大倒了 牵涉的金融机构能倒几个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一本来已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 结果被福奇说服 新冠病毒来自自然 并且发表文章来论证新冠来源于自然的安德森 被爆出 在2020年突然获得NIH的四笔经费 总计超过1000多万美金的资助 超过他以前所有获得资助的总和 并在2020年3月升为郑教授 看来说谎的好处很大 不知将来吃牢饭时怎么回想这一念之差呢 二央视财经6月7日报道 高盛最近研究报告指出 全球多达169个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芯片短缺的打击 包括钢铁产品 混凝土生产 空调制造 啤酒酿造 肥皂生产等众多行业 而全球缺新加剧让涨价势在必行 真是长知识 第一次知道混凝土生产 酿造啤酒生产肥皂还需要芯片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